早两天我听到一宗新闻 说台湾有个28岁的女孩 因为胸口痛 就去看医生 才发觉胸腔里面有很大的肿瘤 要做手术 割了出来后肿瘤非常奇怪 肿瘤割开后有牙齿在里面 有头发 里面还有一部分脑部组织 这件事真的非常特别 但其实是绝对有可能的 大家看完这条片后 明白了为何脑部组织 都可以从胸口甚至肚子里面生出来 就会真正了解了癌症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记住看到最后 其实这个人所患的病 就叫做K胎瘤 叫做Teratoma Teratogenesis 这个字意思是在一些畸形的胎儿 或者产生畸形胎儿的过程 这类的肿瘤 其实就不是很常见的 通常都是一些比较青壮年的人 就最常见的了 如果女性的话 通常就在卵巢找到 男性的话通常就在高院那里 大部分都是良性的 小部分男性在高院那些 就真的有机会是恶性 但大部分都是良性 相对割了之后 就多数都没有东西 这类的肿瘤细胞的源头 就是我们叫做Germ Cells 就是叫做生殖细胞 那这些Germ Cells从哪里来呢 其实它是一些 在我们胚胎发育的时候 是一些比较原始的细胞 人体的组成 最初最初 都是卵子和精子的两个细胞 结合成为一个细胞 这个细胞就跟着不断的复制 就慢慢去演化成为我们这么复杂的人体 最初这个细胞它不断复制的话 如果它一直复制的话 其实最多都是一堆的细胞 怎样可以形成人体这么复杂的结构呢 有个竅门就是在于一部分的细胞 就不是全部 就是一部分的细胞 就有能力就演化成为身体不同的组织 就是说一部分可能就会演化成为皮肤 皮肤里面又有一些毛狼啊 汗线啊 可以就生一些头发出来 有部分就演化成为 比如说牙齿 在身体不同的组织的时候呢 不知为什么有什么能复制到它呢 它就再生出来 演化成为各种不同的器官 在身体不同的部分形成的 比如好像刚才那个台湾女仔 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它不知为什么 在胸腔里面 就留下了一部分的这些生殖细胞 再度发展了 它不断的生大就不得了 那它的细胞还演化成为不同的组织了 所以它那个肿瘤割了出来之后呢 里面又有牙齿啊 又有头发啊 又有一部分的老部细胞 那为什么叫K胎柳呢 它的原理就在于 如果肿瘤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组织 它又发展成为不同的器官 那东西就好像一个K型的胎儿 就是说好像一个发展不完善的胎儿 那你说会不会形成一个真正的胎儿 那很少 虽然说可以有一部分的肝臓组织 它有老部的组织走出来 它可以有一部分的老部组织 但是就很少形成一个完整的肝 或者是完整的脑 因为你要形成一个完整的肝 完整的脑 除了你要有那些细胞之外 你就要有那个血液供应的嘛 那你就比如肝 有很大的血管去供应血液给它 那你脑部 当然有好几条血管 就供应血液给它 它才形成到一个完整的器官的嘛 但是因为K胎柳呢 它虽然有那些细胞 但是就没有办法形成那些血管 没有办法有足够的血液供应 很多时候就K胎柳里面 可能有一部分的皮肤 有一部分的脑部组织 甚至有一部分的眼睛都会有的 但是从来都没有找到一个完整的器官在里面 一个K胎柳里面 如果你看到这些组织 就多数都是良性的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就会牵涉到我们一般对于肿瘤或者Cancer的理解 一般来说我们如果是良性肿瘤的话 它里面那些细胞虽然生多了很多 那生多了很多才形成一块东西一个肿块一个肿瘤 但是生多了基本上里面的细胞就跟原本那些正常细胞就差不多的 就是没有说一些很大的分别 就是说它形态上差不多 它的特性上都差不多 比如说在一个脂肪瘤那样计算 脂肪瘤里面大部分的细胞都是脂肪细胞 跟原本的脂肪细胞没有什么分别 但是数量就多了 那K胎柳因为它是一个生殖细胞的生殖细胞 它生殖细胞是会演化成为不同的组织的 就是说它演化成为牙齿也好 演化成为皮肤生毛发出来也好 演化成为老部组织也好 它的特性都跟原本的细胞差不多 所以多数都是良性的 那一个肿瘤怎样为之恶性呢 恶性通常就是说它变化到一个地步 就会失去了它原本的功能 或者就多了一些不好的特性 那就是说如果你说肺癌这样计算 肺癌细胞和原本的细胞 在眉眉镜看下去的样子就已经不同了很多了 它的特性亦都不同了 就是说它会侵蚀到周围的组织 还有它可以走入血管那里 沿着血管周围走到脑 甚至去到皮肤那里 再继续生长 所以癌症就会扩散 我们一般要知道一些癌症是不是真的危险 会不会容易扩散 是不是真的死亡率高呢 除了说我们知道是哪种癌症之外 比如说肺癌妈、抢癌妈、子宫癌妈 究竟是哪种之外 又好看那个癌细胞的演化程度是怎样的 如果它的样子还是比较像是原本正常的细胞的话 多数的前景是比较好些 但是当它已经变化到和原本的细胞完全不同了 我们叫Poolia Defensier 这类的癌细胞有机会令前景变差很多 生存率差很多 今天就借个机会讲这个K胎瘤 让大家更加进一步明白 究竟那个癌症是什么一回事 记住留言点赞 你的订阅对我这个频道也非常重要 如果你还没订阅或还没按个小铃铛的话 现在就请你按个小铃铛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